各位朋友 这个潘展乐这个小伙儿啊 彻底的扒下了美国及西方白皮伪善的面具啊 这帮人是彻底不要脸了 说实在的 你说这帮白皮和这帮华人的汉奸们啊 是天天说潘展乐成绩是吃药的啊 这个悉尼奶狗啊啊 这个烂货呀 说这个潘展乐啊 要么史上第一游泳神童 要么史上第一游泳丑闻 那个意思中国人不可能出游泳神童呗 这个悉尼奶狗 那么这个奥祖伟啊 看不下去了啊 这帮西方的 这帮这个白皮的畜生们和这帮那个汉奸畜生们 连法国奥祖伟都看不下去了啊 你看看这个记者是怎么提问呢 这帮白皮的畜生 一百米这个游泳的记录是不可能打破的 那昨天晚上的这位 由中国的游泳运动员 他们的成绩是干净的吗 We are tested They are the most tested swimming team Here in swimming 600 and something tests for the team since January So they are fully tested They are the most tested 这帮畜生都看不下去了啊 说中国的这个队员 从一月份到现在一共减了600多次 你算吧 减了600多次 你就算吧 一天 我说减7次还说少了 是吧 说这600多次都没减出来 你们还觉得中国队成绩是假的吗 这位朋友就骂这个悉尼奶狗啊 50次药减还封不住你的嘴啊 美国30多的比例不是哮喘 就是神经性疾病的人家合法用药 没见你去喷 退役之后哮喘都好了 尿捡都不需要捡啊 真他妈傻叉 这全都是红脸公鸡啊 这个没人去问 也没人去敢问啊 逮着中国的金牌 是吧 一个劲的咬 说这帮人啊 你看这帮海外的尤其是 这个汉奸们啊 这帮人是又蠢又坏 我不说了吗 反共的都是脑残嘛 而且他们还这个人性极坏 你知道吗 啊 你看说孙杨吃的什么药 我们至今不知道 国际大赛上也没捡出来过 但是我们知道 他吃了 还真巧了 孙杨的教练 郑坤良也是潘展乐的教练 那意思中国有这个秘方呗 有这个这个仙丹呗 捡不出来呗 是不是 又蠢又坏 这帮货 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哎呀 这个外国人说 说实话 如果中国真的有这种药物 可以在过去七天内逃避所有的四十次的检测 并帮助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 他们肯定会把它提供给他们的足球队呀 国族说 没我的事 你提我干嘛呀 啊 你说这不是人人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吗 这不躺枪吗 你提我干嘛呀 好吧 攻击不了潘展乐的成绩啊 这帮这个独轮运们啊 台独蛙们就开始攻击潘展乐的人品 说潘展乐撒谎作假 抹黑炒作 啊 潘展乐声称被澳洲的游泳名将无视 看不起 那个澳洲的查默斯说 没有 接力赛前还握拳打气来着 他撒谎 那么潘展乐是撒谎了吗 我们看看那个当时现场的那个采访吧 看不起我们的那种样子 能说吗 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 而且下面跟查默斯打招呼 他一点都不理我 包括美国队的阿雷克西 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 他那种滚翻直接往教练上见水花 就是感觉有点 憋着一口气吧 再加上 我们国家这么多人 所有人的希望 在我下水前一刻我感受到了 中国选手潘展乐 比赛开始 潘展乐说的是 他拿了金牌之后 把他们全拿下了之后 而那个澳洲的那个货 是在接力赛之前 两个人涌到挨着互相打气 跟他拿下金牌之后 那个货直接就不理 潘展乐了 嫉妒呗 没比赛之前当然握个手了 等人家拿了金牌了 就变脸了呗 就是台湾的这帮台独的 这帮傻妈们造谣啊 真正的 你看看这帮白皮们 有一点点教养 有一点点体育精神吗 真正的 你看看 你看 中国的教练跟他握手 看了吗 这是人吗 对 那帮说白皮们啊 连那个豆饼都吃不上 豆饼都是兴奋剂了 是吧 是 没进化好 没进化好 攀展乐 打破世界纪录 多近现场才能看到的 五个观众反应 是的 我就是为了笑一下 我在现场 第一 在现场才能感受到 真的是有的 太快了太快了 一眨眼 潘哥就转身了 再一眨眼 潘哥就夺惯了 我们反应过来 世界纪录都破完了 牛逼 第二 真正懂游泳 的外国观众 在前就知道 潘展乐有多猛 比如这位 殃国小哥 100 free world record holder 哦 你认识他吗 对 怎么你认识他 我喜欢游泳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可能会赢金 尸泳 预言加刀了 第三 潘展乐会成为 新的中国icon 现场无数的外国人 外卫热的 新中国奇迹鼓掌 全球媒体的长枪短套 都对向了他 他一定会成为 新的中国全球偶像 我们要 我们要翻到冰 耶 你了 第四 潘展乐的 是否可太热情了 恭喜潘展乐 世界机构 不是所有的西方人 都是狭隘的那种 也是有友好的的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个潘展乐呀 这是一次跨时代的 扬眉吐气的壮举 确实是让西方的白皮们 是集体破防了 水上项目 是白种人的贵族运动 黄种人怎么可能比白种人游的快 这就是WADA下三滥的要解逻辑 水上项目训练相对成本投入巨大 早些年只有欧美发达国家玩的转 他们利用话语权把奖牌数量最大化 游泳比赛按照泳资比 整整13个项目 是跑步的三倍以上 这就相当于简简单单的100米短跑 硬要分成自由跑 倒着跑 跳着跑 手脚并用跑 皮划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枚奖牌 而长期被前苏联中东和东亚国家 垄断的优势项目举重 只有区区10块金牌 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明先进行 白色人种优越论的配套工程 然而中国在美西方制定的胜利法则下 逆时而为 在游泳和赛艇等项目上强势崛起 导致游泳赛事成为了中西方的舆论战场 男子100米自由泳记录 是最难被打破的世界纪录 从1988年至今世界纪录仅仅提升了1秒62 潘斩勒夺金后 在网络上白人激励过防 打出了What happened的字样 另一群欧美人阴阳怪奇的在赛前 称潘斩勒击败查尔莫斯和阿克歇的唯一方法就是嗑药 气得妖妈连发6条视频为其在舆论阵地撑腰 美国强权政治无处不在 他们早就将手伸向了体育这片净土 今年5月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要求美国的司法部FBI 对中国的选手兴奋机问题进行调查 并施压世界反兴奋机机构 一切的平凡要减源头来源于此 他们还以拨款为要挟 要求WADA服从自己的无理要求 当安萨匪徒用各种盘外招 搞垮一个孙杨 结果立刻出现了一个实力更加强大的对手 先天品种不行 后天依赖化学反应的老美也很绝望 中国就是老天爷为西方文明量身定做的破比人 是奥运赛场上西方不寒而栗的上帝之鞭 美国人整了一堆火洗蹄倒数前二 自己制定作弊规则持正科校传要 冒着老一些的风险也游不过干干净净的中国人 除了继续加大新闻机研发力度 研究规则写法还能怎么办 砸门突击要减 已经是中国队面前的一个笑法 当成绩狠狠地打他们脸 却挽救不了大侄子的美式24校 过两年必定会是 游泳式发达国家完胜下的运动 中国队在前线拼命就可以了 但职人在大货方写稿却要逻辑自洽 现在也不讲逻辑了 甚至出现了美国虽然看不起我们 我们也不应该用相同的态度回应的弱智言论 奥运会绝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 而是国家之间全方位实力较量 什么重在参与 老外不重视成绩之类的说法 是西方人故作矜持的松弛感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 美国黑人杰西欧温斯拿到了短跑金牌 台上的希特勒当场脸色铁青 发飙愤然离场 事实上不仅是希特勒 整个欧洲的媒体都为此大为破防 在当时的西方世界 黑人是世博会上被关在笼子里的展品 由于黑人在田径项目上的优势太大 慢慢的 西方人把自己的种族和文明的优秀标志 转移到了另一些贵族项目上 最典型的就是游泳 还有网球马术等 这些项目突出的特点是 穷国穷人玩不起 因为西方画出了深圣的护城河 游泳能分出那么多小项目 金牌多达几十枚也就可以理解了 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舆论战 不仅要和场上的对手同场竞技 还要和场下厚颜无耻的西方媒体周旋自政 体育无关政治是最大的笑话 拼命贬低你所擅长的项目 无限抬高他们所擅长的项目的地位 把三大球渲染成人类之光 甚至故意和国家的整体实力挂钩 究其原因是美国比任何人都在意奖牌 但中国代表队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游泳项目上 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 一个健健康康的小伙子 赢了一堆精神病人 哮喘病人 心肌梗塞脑溢血 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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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方美国为首的这些组织和媒体 对中国游泳运动项目发起的一系列的污蔑抹黑 跟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科技贸易战 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他们所谓的文明和素质 只能远远的高高的凌驾于你的种族和国家之上 才能假装维持 一旦你开始平视他超过他甚至是打败他 他们就会破防 而且连最基本的体面甚至是人性都无法维持了 中国的网友看得太透了 这帮人真不要脸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